每一次来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都是离得远远的站着拍个照就走了 这次难得自驾游 所以我们准备开车穿越金门大桥 由于旧金山的天气原因 金门大桥经常是笼罩在云雾当中 很难露出真面目给大家看 我们从洛杉矶出门的时候 还在下冰宝 来了旧金山 南天白云 艳阳高照的 只是你不自驾不知道 就是穿越一个金门大桥 来回花了我们三个多 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毁得我肠子都清冷 金门大桥始建于1917年 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选手桥 它不仅可以通车 还可以走行人和自行车 而且它被美国土木斯协会 欲为了现代世界奇观 它更是旧金山的标志 你没有来过金门大桥 说明你没有到过旧金山 很多好莱坞电影 也在这个地方取景 什么X战警 星球崛起等等 它也是美国人 最喜欢自杀的一座桥 距今为止已经有1300多位 跳桥爱好者从这里跳下去 尸骨无存 如果你也想体验 这种跳桥的运动的话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将是你不二的选择 有人说旧金山是美国 最适合让人生活的一座城市 它有一点喧嚣 有一点老旧 还没那么热闹 我也有一位做旅游的朋友 就常居旧金山 我好奇地问过他 为什么会选择旧金山 他说虽然旧金山非常堵车 房价也非常的贵 但是旧金山的公共交通 非常发达 不仅有地上铁 公交车 而且公交车的种类繁多 不过我每次从旧金山 回来以后 我还是庆幸 我当初选择了洛杉矶 不仅天气更为暖和 房价更为便宜 消费也比旧金山要低一些